这个上面的 换个什么 上面的参数就是这个带长的物料了 如果换一个物料 改变到带长吧 就是从这里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多长啊 两个我也拍进去 好 有说这个300吗 就调到 调到340350 这样 然后又试了吗 到这里你可以 可以切点洞来调那个那个切料的位置 然后可以切料了 然后可以往后剪一点吧 那个进到位置 可以往后退一点 然后拉出来 然后再继续试一下 不用拍这个吧 不用拍了吧 你试好的位置要拍呀 要包出一个完整的东西给客户看 他还知道怎么调呀 又罢了呀 又罢了呀 他能包吗 还差一点还有在剪一点 还有在剪 还要再剪 还要再剪 哇 好 好 再装夸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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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要教客户如果切料怎么办怎么调太长 就这样子啊 是没错就这样包呀 然后还要包吗 包到成功给他看呀 切料的时候我们一般是 你这个操作是没错的 讲的比较容易好多了 这边还没想好吗 那边还没想好吗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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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